一次性植物里,你们认为谁比较厉害一些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杰 这一期啊,咱们就来测试一下 面对巨人脏尸,这些一次性植物 究竟谁的伤害更高? 那豆姐呢,一共选出了16种植物来参赛 那些对巨人脏尸,对玻璃球没有伤害的 咱就直接pass过去 植物啊,是100株蝶肉 谁能把巨人放倒,谁就赢 那在开赛之前,欢迎各位观众来问 给你支持的植物投票 把他的名字打在弹幕上 废话不多说,比赛开始 第一位,火爆辣椒 火爆辣椒不管用 那看看幽灵辣椒行不行 弹河家族的爆炸腾 100株热辣海藻的小火苗 能不能把巨人变成烧烤的 同样是热河家族的 原浅翻石料 100株凤棍草能不能把巨人放倒 别说放倒了 电玻璃球都没碎 上一颗家族的泡泡球 看好他的脚瓣扣个溜溜溜 不看好胖的扣个凉凉 终于有个让巨人脑袋搬家的 可是这还剩个小鬼 那大家觉得泡泡球到底算输 还是算赢呢 弹河家族的爆裂石料 100株爆炸坚果 爆炸坚果没行 那原始土豆地雷永不忠 看看桃桃树根都能变出什么植物 同样是蛋壳家族的爆裂葡萄 你们认为它能不能送巨人做火箭呢 我的天葡萄搞定了 那如果刚才100株桃桃树根全部变葡萄 那岂不是也能成功 哈哈哈哈 再看樱桃炸蛋 寒河家族的丁贝雷 暗影油桃被玻璃球遭失 有没有伤害呢 暗影气体云又多了一个克星 100根战术黄瓜香不香 黄瓜就是王炸 尽管版级测试呢 葡萄黄瓜还有泡泡球胜出了 那你们觉得它们三个谁厉害呢 欢迎留言讨论 也欢迎大家加关注 传点赞 那我们下期见咯